外界认为日本和韩国是美澳亚太版北约的积极大伦对象 因此对这两个国家参加这类演习需格外警惕 陈老师对此您怎么看 首先日本和韩国都是地区性军事强国 在网络上有一个说法叫东亚怪物防 包括日本包括韩国 他们的军事力量即便放在全球都是屈指可数的 那么在冷战期间 美国实际上是把日本和韩国作为在东北亚 遏制苏联的一个重要的棋子 但是冷战结束之后 尤其是现在美国实际上要把日本和韩国 打造成一个地区性的军事同盟体系 并且把两个国家都融合在一起 甚至出现了把日本和韩国要与北约作战体系 和其他的美国军事同盟作战体系相融合的这么一个情况 因此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 日本和韩国还出席了 韩国甚至还加入了北约的一个电子信息的一个机构 从这个方面 现在北约也正在在美国的倡导下 要向亚太地区进行扩张 而日本和韩国也表示了 要与北约进行合作的这么个意向 因此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 美国要把日本和韩国与北约的作战力量体系 相结合的话 这个当然需要引起我们更高的警惕 感谢您的美元 请不吝点赞撤 欢迎订阅